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群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四单元为证 六教化 二四二 故一言不如一诗 一诗不如一朝 一朝不如一用 一用不如上席玉 上席玉而下反生矣 不惜欲于上 而欲于下之安静 此由众佛焚灵 而所缘也之不雕瘁 难以 故 明君子欲而宽下 急伤而反荣 贵本而贱末 朝无必闲之城 事无专利之谷 国无善三者之名 这条出自于 见四十九 父子 这个反是反过来 跟那个 回反意思一样 专利是垄断的意思 垄断某种生产 或者流通的这些商品 以劣取 获利 这个谷就是做生意的商人 那么这一条讲 所以 限定民间 不如限定集市 这个集市就是市场 限定集市 不如限定朝廷 限定朝廷 不如限定用度 限定用度 不如在上者 弃除 生意 就是奢侈 欲望 上面的领导人 不要 过度的 奢侈 欲望 在上者 弃除 生意 百姓就能 反谱 归程 在上者 在上尉的领导人 不弃除 奢侈 欲望 却想让百姓 安稳 清静 这就如同 纵火 浑烧 森林 在上面的领导人 纵火 浑烧 这个森林 还想要使这个 远野 不凋零 孤拜 实在 太难了 这个森林 你火一放 都被烧光了 这是形容 比喻 比喻 在上面的领导人 如果 自己 不节制 放纵欲望 奢侈 浪费 所谓 上梁 不振 下梁 歪了 上面 自己做得 不正确了 要限定民间 限定市场 限定朝廷 那这个 就不可能了 所以 你要 能够限定 这个 不浪费 使用 这些 财务 上位的领导人 自己 要带头 要 节用 节省 不浪费 不奢侈 那这个 下面的人 他就能够 遵从了 他就能够 效法 所以 英明的 金主 领导人 自己 遏制 自己的 欲望 宽待 人民 百姓 自己享受 很节制 很节制 节用 对人民 百姓 很宽待 不苛刻 不会 去征收 这个 重的 税金 被这个 商业 重严 因为 商人 是分利 他不是 生利 他不从事 生产 商人 是 分利的 所以 管理 这个 商业 就要 严格 重严 而对 农业 要宽松 因为 农民 他是 生利 商人 是 分利 重视 农商 不看重 商业 因为 农是 本 商是 末 朝廷中 没有 蒙蔽 贤能的 令臣 朝廷当中 没有 令臣 那么 忠臣 他 对 这个 君王的 见言 这个 管道 就不会 受到 障碍 这个 君主 他也才能 听到 真话 了解 实情 局势上 没有 专利 罢市 的 商人 在 这个 市场上 没有 被一些 少数的 商人 来 垄断 国家 没有 擅自 开发 三者 的人民 这个 人民 不会去 烂砍 烂瓦 这个 还是要从 上面 领导人 自己 做起 才能 教化 下面的人 好 这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 增长 法喜 从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